1981年38岁的陈定南 以不收红包 不取回扣 不炒地皮的三部政策 激起宜蘭人 对美好政治的应应期盼 他以黑马之姿 称为台湾自治以来 宜蘭第一位党外县长 新冠上任 首要革除腐败的政治文化 他一上台 他就雷律风行 整顿 三十年来 国民党执政的击毙 然后 存储贪官勿力 陈定南曾向好友林光毅提及 要羡赴员工做卑微的工作 恕高傲的自尊 连轮的人民工夫 就从他自身做起 早上送命都不能收 家庭说农民 整个茶是水果 一见相遇 带来少数 不要切下去的艺术 所以我们就把他收下来 县长大人刚正不阿 实在很难接近 有人找上陈定南的亲戚 想透过关系拉关系 包商就拉住他的舅舅 你只要陪我去见县长就好 其他你什么都不用说 但是没有想到一进门 连他舅舅都被赶出来 六亲不认 无血无泪颠覆传统 陈定南旋风席卷宜兰 为了防堵黑道 围标公共工程 他制定严格发包程序 审查制度 还随身携带一把鸡锡 突袭工地抽验品质 那仙女演员跟他说 我那个地方不小心 差一点 其他地方都很好 你再来敲 我哪有功夫去 每个地方帮你敲一敲 你只要让我敲到一个地方 你就中标了嘛 你就要打掉重做 榔头县长强调 任内师做的所有工程 都必须保固100年以上 陈定南严选品质保证 尤其对宜兰的环境保护 他更是坚持不苟 东山乡这个车子 黑色的车子变成白色的 就是尘土毕日 就是有六家 五家或六家水泥场 他们不做污染仿制 还有磨石粉等等 我那个时代 我骑机车 经过到苏澳去 到南方澳去 经过东山的时候 都家族玛丽 冲过去逃命啊 锅子不够水 水果不够够嘛 所以那时候他就 就越过了二十四位的越过连连就住厂 就在五家的水泥场住厂 就二十四小时建策 陈定南执行清天计划 全天候监测落成量级污水排放 水泥场只要违规 一次罚六万还可连续开罚 短短半年所有厂商全对陈定南举双手投降 果然立竿渐营不到一年清澈的流水 与蔚蓝的天空相应程序 从光碧泉 再见清天 清澈的吴老坑溪水 让日后的宜兰拥有全国最大的露营区 也成为后来的绿色博览会场地 天面无私又龟毛的陈定南 被封为陈清天 鸣满天下 1985年陈定南狂扫十四万多票 击败国民党林建荣六万多票 获得百分之七十的选民支持 创下台湾自治时的空情记录 直到三十年后 才由赖清德连任台南县长时打破 在尚未几年的年代里 第二任期的陈定南 开始挑战许多政治剧迹 1988年下令裁册学校安危秘书 及专职保密防碟的人二世 销毁忠诚资料 县内电影院也不必再唱国歌 如果现在再放鬼片 就国歌片跟鬼片 就两个会连在一起 那如果乡下放映的 如果有一些还比较大胆 比较暴露的影片 又放在一起 你会觉得对国歌片好吗 隔年取消各机关学校 升降期典礼 公共场合不必挂两奖一项 废除维权体制下不合理的制度 它更展现惊人的简报功力 为当时全国预算倒数第四的宜蘭县 争取到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工程经费 那次给118千万那次 他就跟记者解释嘛 记者说请主席给过理由嘛 他就说你们都看到嘛 今天陈县长做的简报 他每一样计划都这么完备啊 马上就可以执行了 这个钱我能不给嘛 如今的宜蘭及摩东运动公园 东山河清水公园和雪碎 一座座让宜蘭人充满骄傲的建设 都是陈定南下足功夫 劳心费神向中央拼搏而来 1987年简报县长正破坏着宜蘭的 未来环保及观光蓝图同时 县议会在10分钟内提案通过 台速六轻设厂 陈定南站上火线强烈反对 王与庆后来就说 我们在高雄的时候 你来跟我见面的时候 你表示欢迎啊 结果现在我要来设厂 我在立泽那边地都买好了 要来设厂 你反对 陈定南就说 那个时候我有说过一句话 对宜蘭有益的 我绝对欢迎 但是对宜蘭不利的 就对不起了 那些年为了新建六轻 企业巨拨王永庆走遍全台 发现宜蘭立泽景名苏澳港 交通便利 还有280亩已开发 却未利用的便宜土地 年轻时也曾在此经商 怀着乡土之情 再加上地方人士盛行邀约 他决定落脚设厂 但陈定南为守护蓝阳净土 在台湾经营之神 王永庆的脸上 狠狠地泼了一桶冷水 向来低调沉稳的王永庆 也忍不住决了干火 决定老帅清真和陈定南进行电视辩论 便可以做到根本的比什么的干净 县长认为可以答应我台所去卸堂 公德无良 如果我这么做 绝对不是公德无良 我要变成宜蘭县民 45万县民的千古罪人 两位划时代的英雄人物 在镜头前唇枪舌战 小县长单挑大老板 成为全台焦点 陈定南的滔滔雄变 引发反六清运动 在宜蘭风起云涌 长达六年 两度阻止六清进入宜蘭 1992年1月24日 阶段性任务完成后 陈定南宣告反六清组织 正式解散 这是头一遭地方首长 带领老百姓 挺身奋起的民主运动 六清最后落脚云林 二国 让人家里 跟受人尊敬 没那么多两众 我另外受人尊敬 这是我一向 处理事情的基本问题 陈定南主政宜蘭八年 执着强势的作风 具新民意的精神 开创了宜蘭经验 为南洋平原 守住青山绿水 一个礼拜天晚上八点 绿渡台湾 就在森林 这个限界里 正式解散 准备 准备 下目前 无论